第491章 打泪 松木也是没想到 但凡进入老军馆的人 都需要签下生死状子 上台去打泪 值得庆幸的是 早先出门之前 他让护三娘帮着化妆 遮盖金印之时 两人又是一番调笑 享受着归房之乐 而松木也是童心大发 要教护三娘利用简单的化妆 对面容做一些小小的改动 同样能够起到一定的易容效果 护三娘觉着心奇 就以松木为模特 化完妆之后 松木的面部特征 果然被改变了不少 仅仅只是通过妆容的光影明暗 来修饰轮廓 就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易容效果 连她都直呼松木是易容术的天才 而真相却是松木在后世之时 见过太多那种见光死的妹子罢了 金印被遮盖 面容又做了简单的易容 松木便不至于被人认出来 起码不是对苏木非常熟悉的人 是人不出来的 又过了一阵 那些老军馆的馆士终于纷纷回到了庭院 打泪也就正式开始了 苏木在二楼往下看 但见擂台上两个汉子 果真是你来我往 拳脚刀兵一起上阵 没有半分留守 这根本就不是切磋打泪 而是生死相搏 宋前也是脸色大变 她终于明白 为何派进来的秀一指使军的弟兄们 没有一个能够活着走出去的了 老军馆对进入其中的人会进行调查 底细的审查是一方面原因 但秀一指使军已经招募了本土人士 应该很容易通过审查 因为他们的身份都是真实的 只是被秀一指使军收编了而已 真正使得他们走不出去的 应该便是这种隔三差五的打泪淘汰制度了 寻常秀一指使军的暗查子 虽然要比军事们更加的精锐干练 也深按武林规矩 更熟悉武林人士的功夫套路 可他们终究跟这些莽夫不是一个层次的 根本就过不了这一关 也就是说 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 应该是在打泪之时 被活活淘汰出局 而淘汰的后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当然了 老军馆里头的克卿和供奉 都是按实力说话 不同层次的高手 也有自己的小圈子 打泪的对手 自然也是按实力来划分匹配 否则整个老军馆 最终也只能剩下那个最强者罢了 苏木还是比较好奇 他从头到尾没有出手 那护院见了自己的铜钱之后 甚至连他的底细都没有盘查 老军馆会给自己匹配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宋钱也是第一次见识这等场面 他可没有苏木的耐性 捏了怀里女子一把 朝他问道 四咱尔们这等第一次来的厨 该如何匹配对手 那风云美人 娇称地捏了宋钱一把 媚笑道 乔爷摸奴家的地方 也又怎么可能是厨 第一次来 咱们管理的是不分等级高下的 随机匹配 脱颖而出的便能正式入管 长老供奉们 也会根据打类过程中的表现 来决定官人们的去留 宋钱也是个老江湖 虽然在市井底层 未曾享受过如此高级的管子 但这些姐都是 见惯世面 八面玲珑的人 什么类型的客人都能应付 两人就这般调笑着 倒也将打类的规矩都弄清楚了 也好再来的是宋钱 若是乌花蓉 估摸着没三两片刻 也就陋怯了 再者 也亏得乌花蓉耍起小杏子 得以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虽然他的古术很是了得 但终究太过惹眼 而且在江宁也利用古术 与转运史丝的人斗过一场 目标太大 很容易就被认出来 这老军管里头握虎藏龙 高手林立 说不得还未进身 就让人给料理了 再说 他的古竹虽然厉害 但发作起来 到底是需要时间的 在古独发作的期间 或许对手早就将他杀死了 乌花蓉还是适合准备妥当的潜伏暗杀 光明正大的硬汉 估摸着要输得彻头彻尾 若是输了 小命估计也就丢了 苏木心里头正庆幸之时 便由管事上来 原来该轮到宋钱上台了 虽然宋钱还大咧咧摸了那几一把 在他嘴上香了一口 但从他的脸色 还是能够看出 他的紧张和不安 毕竟这么多秀衣指使君的弟兄都栽在了这里 作为幽州地界的头目 宋钱说愤怒自然是有愤怒 而且还愤怒到极点 可说害怕也是有害怕 毕竟他的武艺也不算太高深 苏木站起身来 轻轻捏了捏宋钱的肩头 严肃地说道 别勉强 打不过认输便是 宋钱心头一暖 只是朝苏木笑了笑 而后洒脱地走下楼去了 房间里头都是些看似庸俗的女子 苏木本以为自己的说辞会太没重 让这些姐们不屑 没想到这些女人的眼中并未鄙夷 反而多了一份赞赏 这不得不让苏木对老军馆的底蕴 再度刮目相看了 宋钱评宿里都假扮事快奸诈的哑人 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小人物 而苏木知道 这是他的本色出演 在他没有进入秀衣指使君之前 宋钱确实是个货真价实的哑人 那骨子底层苦哈哈的示警器 终究是脱不干净的 所以当他走到台上之时 他的对手只是高昂着头颅 给他微微抱拳示意了一下 对面这人据说只有二十五六 但长得有些着急 为了更显勇武 还留了一部落腮弧 铁塔般的身子骨 肌肉囚结 一看就是个练外门功夫的硬汉 宋钱往前头走了两步 脚下有些虚浮 活像经常与大龄扮演门姐私混 把身子给掏空了的坊间倒子 所以在宋钱微微弯腰 朝他抱拳行礼之时 那高昂着头的落腮弧 并没有掩饰自己 对宋钱这个对手的鄙夷和蔑视 可就在宋钱弯腰的那一刻 他的眸光陡然变得胸利 陡然向前窜出一个剑步 左手一扬 一个石灰包怦然炸开 落腮弧想要遮挡 已经来不及 啊 双眼被石灰粉迷住之后 那落腮弧 陡然捂住双眼惨叫起来 而宋钱如灵敏的闪电雕一般 从那落腮弧的身前擦过 右手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柄宽刃的牛角尖刀 轻而易举 便划破了落腮弧的咽喉 砰 落腮弧猛然倒地 双手从眼睛一开 捂住被割开的咽喉 只顾着咯咯的咳血 双脚抽搐 那眼窝附近 早已一片血肉模糊 没片刻时间 就彻底断了气 哥 台下一名书生样的 年轻人风一般跳上台来 扑在尸体上 就是一阵痛哭 他捂住那落腮弧的脖梗 却如何都止不住喷涌的鲜血 只能撕心裂肺地喊着 快来人啊 来人 然而并没有人过来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宋钱干脆利索 早已切断了落腮弧的颈动脉 便是神仙下凡 也难救命了 宋钱对此视若无睹 只是随意地在肘窝里抹干净刀刃上的血迹 而后微微直起身子来 朝四周抱拳行了一礼 那气度 便想 刚才只是随手杀了一只鸡 诸多看客死寂了片刻 而后才传出一些些议论之声 他们在这个擂台上见过太多失败及死的场景 所以落腮弧的死 根本就没惊起他们心底太多波澜 倒是宋钱让他们有些刮目相看的意思 说实话 在上台之前 连松木都有些担心宋钱 没想到他却如此出其不意 竟然是秒杀了对手 当然了 这也暴露出了他的武艺并不高的缺点 因为他促然发难 还用了石灰粉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虽然老军馆里头什么人物都有 但为了博取馆主的青睐 很多人都不会如此自见身份 但宋钱从一上台 就有这样的觉悟 他很清楚自己的底细 所以 他只能用这些阴招 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 而且 这样的阴招只能用一次 再用的话 别人就会有所防备 他很难再占到便宜 再者 这些人也不可能再像洛塞湖这般轻敌拖大 看不起眼前这样的小人物 因为轻敌的下场 要么惨败 要么死 好在每个人的比拼也就一场 所以宋钱毫不犹豫就用了出来 否则死的或许就是他了 正当他要下台之时 那趴在洛塞湖身上痛哭的书生 书然止住哭声 猛然抬头 抱起前冲 书然拔出腰间长剑 刺向了宋钱的后心 按照打类的规则 并不禁用石灰包这样的卑劣手段 生死各凭本事 连暗器都不禁用 所以 宋钱的所作所为 是在规则之内 并无犯规一说 要怪只能怪落腮胡太过自打 而老军管的规则也是这样 打类结束之后 战斗也就结束 书生的寻仇 才叫犯规 然而这个世界上 除了规则之外 还有一种东西叫规矩 很多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定立详细的规则 但千百年来 各行各业都有很多规矩 虽然没有名文 但却约束着人类的行为 江湖也有江湖的规矩 你不讲规矩 用卑劣手段来暗算 那就不要怪别人不讲规则 来向你寻仇 江湖人比其他领域的人都要重视规矩 因为行走江湖并没有太多的规则 规矩才是最大的 也是江湖人不得不遵从的 所以老军管的擂台主事并没有急于制止那名书生 老军管的规则确实是用来选拔江湖豪杰的 但选拔这些豪杰之后 老军管终究是要行走江湖的 所以老军管必须也要将规矩 甚至于在规矩和规则发生冲突之时 老军管也只能让规矩先行 这不会损害老军管的尊威和名声 反而会让老军管更加被江湖人所认同 这些江湖人不是不能用阴招 而是默契的都不去用这些阴招 因为他们需要提高自己在老军管的身价和档次 可宋前却破坏了这种默契 所以这些外人绝对不会站出来维护宋前 反而有些幸灾乐祸 至于宋前不用阴招就会死这种事 他们才管不着 既不如人就不要来老军管 靠着阴招想上位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也就怪不得别人来寻仇了 宋前其实一直在警惕着那书生 因为他也是江湖人 他也深知自己的举动实在破坏规矩 但如前番所言 不破坏规矩 他就会死 规矩是让江湖人更加文明 生命得到规矩的保护 规矩是要排在生命的后头的 连生命都无法保障了 还讲什么规矩 所以似乎大家都没有错 错就错在 宋前的实力并不足以进入老军管 而苏木却把他带了进来 第492章 上台 宋前不能退缩 他也不想退缩 在来之前 他就知道老军管是个凶险之地 但他要陪着苏木来 这是他的职责 也是他的荣幸 他也很清楚 但他并不怪苏木将他带进来 因为前番进入老军管的弟兄们也都死了 死得不明不白 即便他送钱是幽州的负责人 也没有金贵到让弟兄们去送死 自己却安坐在后方 没能渗透进老军管 拿到该去争取的情报 他已经觉着对不起老祖宗了 现在更不能给老祖宗丢人 他看起来像个贪生怕死的鼠辈 事实上他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鼠辈 但这就是他的生存之道 无可厚非 所以他并没有觉着很丢人 但你不能保证你的每个敌人都像落腮胡那般自高自大 自大到让你轻易杀死 这些他都想得很通透 所以心里即便在怕死 他也必须要去面对 这就是他的路 也是他的宿命 书生的一剑凝聚了滔天的仇恨 本该是弱风雷 然而他的剑却如微风细雨 显示出了极其强大的剑道修为 宋钱已经走到擂台的边缘 但他不能下台 就算死 他也要死在擂台之上 即便这些人都不讲规则 他也不能给二楼窗台上的老祖宗丢脸 钉 牛角尖刀与剑锋相击 顿时便蹦出一串火星子来 书生举青若重 那轻飘飘的一剑 在击中目标之后 剑尖炸开如刀如枪的霸蛮力道 竟然将宋钱击飞出去 宋钱身子凌空 提上一口气 有些狼狈地攀住擂台的边缘 而后猛然用力 跃上擂台的同时 洒出大片的铁吉利 书生面无表情 眸光锐利 宝剑挥舞开来 如绽放的银花 风雨不透 他的身前叮叮凛凛 火星子四剑 竟然将那些铁吉利全都挡下了 宋钱借着铁吉利的掩护 栖身而上 牛角尖刀如毒蛇出洞 捅向了书生的腹部 那书生来不及格挡 只能后退 宋钱的尖刀一拧 网上聊起 书生差点就被开膛破肚 剑法本该走轻盈灵动的飘渺路子 书生深得此道精髓 身法施展开来 仿佛整个擂台都是他的身影 渐渐就与宋钱拉开了距离 宋钱的兵刃很短 无法近身 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甚至无法杀伤 而他接连施展暗器 已经引起书生的警惕 眼下便落了下风 书生本就心怀死仇地暴怒 得了优势之后 便疯狂展开攻击 那常见越发快速 如细语化成了浓雾 无处不在 渐渐笼罩 宋钱身上每一处死穴和破绽 宋钱根本无法躲避 扑痴 宋钱只是稍微松懈一丝 书生便挑破了他的尖头 而后一脚就踹在了他的心窝之上 在宋钱到飞而出的同时 书生的身影已经紧随而至 宋钱刚刚倒地 他的宝剑已经刺向了宋钱的脖梗 宋钱滚到一侧 躲开那一剑 书生的剑却如复古之躯 点向了宋钱的膝盖 若宋钱再度躲避 确实能够躲开这一剑 但他也同样会跌落擂台 在这一刻 他依然咬牙 想要顶着压力站起来 然而书生的剑更快一些 宋钱还未站起 他的剑尖已经刺入了宋钱膝盖以上三寸的腿肉之中 可就在此时 宋钱的嘴角突然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凝聚全力 左手死死抓住书生的剑人 将右手的牛角尖刀投了出去 这是孤注一掷了 他的兵刃就只有这柄宽刃的牛角尖刀 这也是他唯一的倚仗 不到关键时刻 谁都想不到 他会将手中的尖刀投掷出去 书生显然也没有想到这些 他一击得手 再度前踏一步 准备刺死宋钱 此刻两人的距离太近 他根本就没办法躲避 而宋钱又抓住了他的宝剑 要么撒手松开宝剑 要么就要被牛角尖刀打中 书生本没有那么大的决绝之心 然而兄长的死 已经让怒火烧尽了他的理智 他没有松开宝剑 而是猛力一拧 那锋利的剑刃 就将宋钱的左手 绞成了碎块 扑斥 宋钱的尖刀 定入书生的胸膛 而书生紧闭气息 毫无表情的脸上 终于显出争鸣 挥舞宝剑 就要将宋钱的脑袋给削下来 可正当此时 一道白光闪过 正中书生的剑刃 叮铃铃地炸开漫天衰瓷片 那打中剑刃的 竟然只是一只酒杯 无论是书生被打飞的剑刃 还是那早已碎成无数碎屑的酒杯 都足以证明 出手之人的武道修为 极其强大 苏木有些懊悔 自己终究还是出手晚了些 让宋钱被搅烂了一只左手 书生从暴起发难 到二人惨烈缠斗 过招数时 但仅仅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苏木只有那么一丝迟疑 便错失了救援宋钱的良机 宋钱明知力量不够 却仍旧能够死战不退 永不服输 并没有给秀一指使君丢脸 不知为何 苏木的脑子里 那个贪生怕死 狡猾事快的哑人形象 却越发的深刻 宋钱是秀一指使君的 一名小头目 但他却代表着奋战在最危险的前线的秀一指使君们 他们之中或许并非每一个都像宋钱这般奋不顾身 但他们每一个都跟宋钱这样 在市井里挣扎 只为掩扎好自己的真实身份 秀一指使君是苏木照着锦衣卫的模子来打造的 为了预防锦衣卫干政祸国的灾难 他还制定了许多约束秀一指使君权柄的军规 这些人是官家最亲信最得力的敬畏 但也是距离危险和生死最近的一群人 他们对苏木的崇拜 让苏木感到羞愧 因为他除了提出这个创意和详细的方案 便当了甩手掌柜 将具体的执行都交给了高木侠 可这些人仍旧将他当成老祖宗来崇敬 因为想要组建一支新军 在军事雷若 军队名声最臭的大燕巢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苏木做到了 或许秀一指使君的任务是最危险的 但这些秀一指使君却乐在其中 他们都是一些边缘人 他们享受着这种刺激的冒险 即便如此 苏木还是觉得内疚 人都说辞不长兵 苏木确实不适合当统帅 他只能当个谋士 颇有君子远刨处的意思 他从二楼一跃而下 四那沙周上的惊鸿 而后脚尖一点 再次掠过 已经无声地落在了擂台之上 周遭的高手 面色开始凝重 先前与苏木有过一眼对视的那名老者 长眉颤动 将目光停留在了苏木的身上 书生的剑招虽然精妙 但终究不是苏木这等武道宗师的层次 苏木也没有要杀他的意思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小兄弟 擂台上无论死伤 各安天命 早已牵下了状子的 你与自家哥哥情深似海 大家也都有目共睹 按说你执意寻仇也无可厚非 但最起码也要离了擂台再动手吧 没有意料之中的强词夺理 也没有想象的那般以示压人 苏木平淡如常 反而站在书生的立场上来考虑这个问题 一番话有情有理 竟然让人无一反驳 那书生脸色苍白 心里还想怒吼咆哮 然而胸口的伤势牵扯 才开口就已经吐血了 苏木帮着宋钱把伤口包扎起来 而后将之扶起 送前面带着歉意 仿佛在担忧苏木下场之后 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苏木却朝他投去一个柔和的目光 示意他无需多虑 这才转头看了看那书生 而后探手入怀 见得苏木动手 不仅仅是那书生 周遭的高手也都警惕起来 一个个蠢蠢欲动 而苏木却只是摇头苦笑 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来 轻轻放在了书生前方的地面上 朝他说道 此乃止血疗伤的百顾伞 效果还不错 你先养好伤 想要报仇 就到城南的福隆客店 书生微微一饿 苏木却已经转身 宋钱看了那书生一眼 眼神复杂 跟着苏木便要离开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极其突兀地响了起来 你自己的雷都没打 就想这么样地走了吗 乳秀未干的臭小丝 装什么卵蛋的大侠 在裁判官没有宣布之前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但苏木打没打过类 大家可都是有目共睹的 说话之人显然对苏木展现出来的手段极其不符 应该不是打类的新人 而是老军管的客卿或者供奉 虽然书生破坏了规则 但也是宋钱不讲规矩在先 既然书生能够为了兄长破坏规则 那么苏木为了救自己的部下而上擂台 也是无可厚非的 只是继续往后一看 苏木没打过雷就想走 也不是不可以 可要带走 宋钱就有些让人气愤了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特别是恩怨情仇 一旦开了头 也就变得没完没了 到最后已经无法说清楚谁对得多一些 谁又错得多一些 大家也只是想着能够为自己多争取一些迎面 那人或许是出于公愤 或许根本就看不惯苏木和宋钱这对主仆 总之他从席间抱起 见得苏木腰间左到右见 却只用酒杯 他也没有动用冰刃 身影如黑鹰一般飞上了擂台 虽然看不清此人模样 但他的身法极其轻盈 轻功显示不弱 那家功夫应该也是到了一定的火候的 这等样的人物 在老军馆之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 也足以服众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就有争斗 老军馆的内部斗争其实也是激烈非常 大家都想看看别人的底细 所以还巴不得有人出手 于是便有人开始喝彩叫好 那人似乎更加的质得意满 脚尖刚刚点地 便再次跃起 抬手便向苏木轰出一掌来 苏木也不回头 只是皱了皱眉 手按在刀柄上 但想了想 还是将右手松开 阴阳经内功心法催动 急速运行 他那强大的爆发力 催发惊人的速度 整个人化为一道白影 便迎上了那阻拦之人的手掌 啪! 二人手掌相机 苏木纹丝不动 那人却如断线的纸鸢一般 后背砸在擂台的绳柱之上 将那大腿粗的柱子都给砸断 目屑四处横飞 而那人摔落在地 滚开一丈有余才停下来 偏偏手掌安然无恙 身上也并无内伤 站起来之时 也就后背的衣衫开裂 只是被柱子刮出些许皮外伤 仅此而已 思 见得苏木施展如此恐怖的内功 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 第493章 直接简单粗暴 这老军管势力 遍布燕云十六周 管中卧虎藏龙 可谓群鹰会翠 一山还比一山高 墙中自有墙中手 这些个江湖人士 一个个心高气阔 桀骜不驯 又有谁能够服气谁 然而苏木先以至悲退敌牛刀小事 斩露头脚 如今又以身后精妙的内功 云淡风轻的打退来人 所展现出来的 已经不是一般高手所能拥有的功夫底子了 寻常武夫练些外门拳脚功夫 便敢仗剑走天涯 快以恩与仇 而能够接触到内功心法的 无异不是武林世家 或者有着莫大奇遇 从小练武的奇才 外门功夫 同样能够伤敌取胜 但内功心法修炼的 却是武道的境界 只会外门功夫 或许也能杀人如麻 可但凡是武道宗师 没有一个不是拥有一身精妙而深奥的内功心法的 所以 江湖武林就是这么个地方 门槛极低 只要你懂些拳脚 傻得刀枪剑挤 甚至会坑蒙拐骗 都可以入门 然而 想要成为人人敬仰的强者 一门内功心法便是强者与强者之间的分水岭 苏慕并非想要刻意炫技 而是他腰间的兵器太过惹眼 混元玄天剑乃包道乙的成名神兵 但凡在江湖武林之中有些资历的 谁人不认得这柄刀剑 而草鬼堂刀造型古朴 颜惜堂风 拿出来也是惊世骇俗 苏慕已经遮掩了金印 又经过了简单的易容 不到关键时刻 苏慕并不想动用这些极有可能暴露身份的兵刃 而同时跨着刀与剑行走江湖的人并不是很多 但也不是没有 只是苏慕还不至于自大道认为 跨着刀与剑会成为自己的专属形象 那汉子站起来之后 发现自己并无大碍 才知晓自己与苏慕的差距时是天渊之别 想起先前自己还主动挑衅 大言不惭 羞愧难当 低头朝苏慕抱了一拳 灰溜溜掩面下去了 苏慕的阴阳金功法可刚可柔 刚柔并济 不似北玄武的龙象波若弓 那么满霸赤裂 不显山不露水 却是伤敌于无声无息 让人防不胜防 既然已经展露了精妙的功夫 他也没觉着自己就能够震慑群雄 而后大咧咧离开 若真是这样 老军管的面子可就全扫地了 果不其然 那汉子陶冶似的走了之后 又有几个人要上来挑战 他们已经全然忘记了老军管的规矩 虽然不是苏慕主动挑事 但他们的火气和傲气已经被勾起 断然不可能放苏慕安然离开 但见得一名老到缓缓起身 鹤发童颜 道骨先锋 手中持了一柄浮尘 背后是一柄刀剑 剑鞘上还缠着红黑两色的细线 小友 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行走江湖还是放低了架势 收敛一些的好 老到不仁看你前途尽丧 今日就厚着脸皮 给你点一点做人的道理 老到是嘴上说得好听 下手却极其很辣 一点都不含糊 那浮尘根根立起如银针 竟是被内劲给撑了起来 浮尘虽然是极其常见之物 但太过阴柔 想要驾驭 需要极其深厚的那家功夫 所以 敢拎根浮尘出来行走江湖的 要么真不知天高地厚 要么就真是武艺高强之辈 本以为这老到出手 苏木会变得更加凝重一些 然而 他们终究还是失望了 苏木仍旧面无表情 甚至连脚步都没有一栋半寸 这两三年来 苏木见过的老到是还少吗 他的便宜师父就是老到之中的老到 人称幻魔君的乔道青 腰间混员玄天剑的前主人包道仪 也正是死在他的手里 或许这位老到是 在别人眼中显得越发的高深莫测 可惜在苏木的眼中 确实不值一提 苏木不想吃亏 也不能吃亏 在这老军馆之中 吃亏的下场非死即伤 他还要保存实力 以防备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既然不能妥协 那么也就只能震慑群雄 才足以安然离去了 打定了主意之后 他也就不再掩藏实力 老到是的内功 确实有些火候 堪称登堂入室的境界 而修炼内功 需要常年累月的积累和领悟 做到心境平和 修炼的是气 但同时也是修炼心境的法门 所以修炼内功的时间越长 年纪越大 内力也就越是浑厚老辣 那么内功运用起来 也就越自如 内力爆发的力量 也就越惊人 苏木虽然每日苦练不错 但终究还是年纪轻了些 与这老道士 比拼内力 显然有些利有未待 但苏木除了刀剑和内力 就没有其他的手段了吗 非耶 老道士的浮沉阴柔之极 可灌注内力之后 却又尖锐无匹 可刚可柔 又无踪迹可循 时事棘手 可苏木却眉头不皱 眼睛不眨 陡然加速 朝着老道士急行而来 那老道士自然看得出苏木的惬意 但也没想到苏木不退反进 浮沉陡然刺向苏木的脸面 临近却又根根炸开 苏木冷笑一声 侧身避过浮沉 一拳轰向老道士的太阳穴 这 这也太无赖了 看客们本以为老道士胜券在握 谁知苏木如此无赖 见得人家施展外门功夫 就用内力来对付 见得内力比自己强的 又用蛮力来对付老人家 那老道士却没有太多的惊讶 毕竟行走江湖之人 能够走到今日这一步 哪个没多几个心眼 更何况他这等纵横江湖数十年的老古董 他能够跻身老军馆供奉 并稳坐泰山 可不是靠穿上道袍 坑蒙拐骗的 但见得老道士脸色瞬间泛起赤红之色 偏头躲过苏木的拳头 那浮沉软下来 便如无数银蛇一般 缠住了苏木的手臂 他只是这么一拖 浮沉便如无数钢丝 死死孤注苏木的手臂 苏木的手袖都痴痴裂开了 眼看着他就要将苏木的手臂给勒断 后者却往前一步 撞入了老道士的怀中 老道士知晓自己力气不济 很小心地防着苏木 可没想到苏木用一技重拳 就诱骗他施展浮沉的绝技 那浮沉确实禁锢了苏木的右手 可同时也拉近了苏木与他的距离 更是将两人连在了一起 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浮沉 能够第一时间将苏木的手臂脚断 谁知苏木竟然拼着右臂不要 与他玉石俱焚 人都说讲道理的怕耍无赖的 耍无赖的怕耍横的 耍横的怕不要命的 这苏木不仅打法无赖 竟然还豁出性命一般疯狂 这让老道士如何不惊骇 事实上苏木也没有老到想象之中那么拼命 他早已用内力护住了手臂 便是老道士全力施违 都不能将他的手臂脚断 而他那一拳也不过是幌子 他的拳脚功夫并非大开大合的霸道路数 他真正的杀手锏是相扑和关节技 老道士想要拖扯扶尘 却被苏木反手将扶尘扣住 而苏木眼看着就要撞入他的怀中 撒手 一直闭目养神的那名首席老者 见得此状连忙提点道 从最初之时 他与苏木隔空对望那一眼开始 他便对苏木产生了极其浓烈的警觉 这是武道宗师特有的敏锐感知 常人很难理解这种玄妙的直觉 之所以让这些人胡闹 只是因为他想要看看苏木的底细深浅罢了 可他也没想到 苏木的手段竟然层出不穷 直到如今 连这个老道士这样的供奉级高手都出招了 竟然还没能逼得苏木动用兵刃 从苏木挥出那一拳开始 他就已经察觉到了苏木的真正意图 他不得不佩服苏木 小小年纪竟然就有这等样的战斗智商和战斗经验 若不是酒精厮杀 是绝不可能积累这么深厚的对敌厮杀功底的 所以他很清楚 一旦让苏木近身 老道士也就算是彻底败了 情急之下 他下意识便出口提点 可终究还是晚了 老道士能够感受到苏木的杀机 但他还是迟疑了一下才松手 因为扶尘是他身份的象征 是他的本命兵刃 若连扶尘都保不住 又如何对得起他先前的高人风范 难道要他开口就要教苏木做人 才短短两三招交手 就把自己的扶尘都给丢了 可惜一念之间便是天堂地狱 在他看来松开扶尘是关面子 可在苏木以及那名老者的眼中 松不松开扶尘 却决定着胜负与生死 就因为他这一瞬间的迟疑 苏木已经近身 左臂如圆 孤注老道的腰肢 双脚扎根 猛然一拧腰杆 便将老道高高举起 狠狠地灌在了地上 直接 简单 粗暴 全场寂静 那兄长被送前杀死的书生 本对苏木还怀恨在心 总想着四季暗算 如今见得这一幕幕发生 心里头再是不甘 也不敢轻易下手了 而送前第一次 见得秀一指使君老祖宗动手 没想到老祖宗果然如同传说之中那般 威武霸气 没有一丝脱泥带水 这老道是常年练武 虽然年纪大了 但身子骨还算硬朗 再加上有内力护体 虽然被摔得惊天动地 事实上并没有受太大的伤 苏木也没有伤他的意思 否则早先也不会对那名挑衅的汉子 手下留情 他也知道 自己还没有将老军馆打通关的本事 若不留下一线善缘 是走不出这老军馆的 事实也确实如同苏木所料那般 若非他并不想主动挑事 只是想一走了之 那首席上的老者早就出手了 眼下他的身份或许还没有暴露 仍旧还有回旋的余地 可如果他对这些挑衅之人赶尽杀绝 势必会激起更加强烈的公愤 想要离开可就难如登天了 他就是要营造一种单枪匹马 任你们无理取闹 任你们如何欺压 我都能够游刃有余的话解 但并无伤人之意 如此一来 道理就在他这一边了 江湖人讲规矩 自然要讲道理 只不过他们讲道理的方式并不是口头说说 而是拳脚刀枪上见真章罢了 苏木就是在用自己的拳脚来讲道理 而且道理必须在他这一边 于是他松开了手 地上那老道士修得无地自容 只能善善退了下去 远处首席之上那老者轻叹了一声 仿佛看透了苏木的心思 他缓缓走出人群 聋着双手 勾搂着身子 细细地审视着苏木 留下真名 你就可以离开了 那老者如是说道 第494章 大供奉 作为老军馆的首席大供奉 袁太坐镇幽州老军馆多年 可以说是老军馆的创始元老之一 在老军馆拥有着毋庸置疑的至高地位 他为人谦和 并无太多架子 也喜欢跟老军馆这些个新人做作聊聊 很多时候 他都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颇有微服私访的意思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了解这些人对老军馆的真实看法 虽然他不是最终的决策者 但仍旧拥有着极大的权柄 与大掌柜不同 他是真的将老军馆当成了自己的家 他的半生都奉献给了老军馆 他可以为老军馆里闲下市 但绝不容许苏木这样的高手 扫了老军馆的面子 无论道理在谁的手里 都不行 以他老辣的江湖眼光 自然看得出苏木藏头鹿尾 事实上 他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能够拿下苏木 即便能够拿下 他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而老军馆还需要他坐镇 自己受伤倒是无所谓 可因为自己受伤 而使得老军馆陷入危机 元太是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所以他还是决定退一步 只要苏木不是蠢人 就会接受他的提议了 可惜他还是想错了 苏木的武艺已经比所有新人都高 甚至比所有的供奉和客卿都高 与他这位大供奉都不分上下 他来老军馆又岂会是为了加入他们的队伍 来老军馆的只有两种人 要么是为了加入老军馆 要么就是心怀不轨 来者不善 苏木很显然是后者 这样的人又怎会轻易吐露自己的真名 元太只是转念一想 便发现自己这句话很多余 许是自己心中羁绊和顾虑太多 竟然说了魂话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事实确实如此 他的心境被苏木动摇了 因为苏木的出现 已经威胁到了老军馆 他能够感受到苏木的强大 所以开始畏首畏尾 这可不是好苗头 还未动手他就比苏木多了一层顾虑 这显然对他极其不利 所以他反倒存在最后一丝希望 期盼着苏木能够说出一个假名 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 对于一个武道高手 坐镇老军馆多年的人来说 这种想法实在很丢人 可为了老军馆大局着想 这却又是最好的结局 然而他到底还是想错了 对于苏木而言 吐露真名跟直接动手 并无太大的差别 因为到了老军馆 大供奉这等档次的人物 绝对能够接触引踪的事物 自然也就知晓他苏木的名头 在他看来 袁太这句话 已经表明了老军馆的态度 今夜他是很难全身而退了 苏木朝送前微微点头 后者欲言又止 但最终还是退到了一边 袁太副手而立 看着苏木转过身来 看着他交叉双手 右手握住左腰的刀柄 左手握住了右边的剑柄 这种骑手是有些怪异 并非中原的风格 却给了袁太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他知道苏木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于是他缓缓走到前边来 而他身边的侍从 已经将他的武器呈了上来 袁太已经六十余岁 身子骨虽然硬朗 但终究经不起岁月的侵蚀 苍老而勾搂 可当他拿起那柄金瓜大锤 却有一股威严的气势渗透弥散开来 仿佛尘封了许多年的老酒 突然被拍开了风靡 那金瓜大锤橙色保养得极其不错 看样式应该是厚瀚的宫廷之物 而袁太随意锤手 举重若轻地拎着几十斤重的金瓜 竟然没有半点露林莽夫的气质 反倒有种捍卫宫廷的庄严气态 单从袁太的架势 就能看出他的身份来历 以他的年岁 后汉灭亡之时 或许他还只是个孩童 但后汉余孽一直在四处躲藏 意图复辟 或许他就是保护皇室流亡的卫士之一了 他能够为老君管做事 有没有一丝可能 当初后汉的余孽 跟尹宗其实有着牵扯不清的关联 不过这种陈年旧事 苏木也不会去深思 眼下也不是推敲这个的时候 因为他对尹宗的实力 已经有了大体的一个概念了 他看着袁太 迟疑了一下 终究松开剑柄 抬起左手 用袖子在面颊上抹了一把 果然是你 当苏木露出真容之时 袁太双眸微眯起来 如同昏沉沉的池木虎王 突然感受到天敌一般 他并没有老眼昏花 相反的 若说这老君管之中 有人怀疑苏木的真实身份 那么这个人必定就是他袁太 只是他终究太过求稳 保护着后汉皇室 漂泊流亡这么多年 已经磨掉了他的霸气 只剩下谨小慎微的稳重 所以他想让苏木离开 若苏木在老君管大闹一场 无论结果如何 对老君管而言 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然而 苏木已经露出真容 老君管之中 有许多供奉和客卿 都是老江湖 只看苏木脸上那两道金印 便知晓了苏木的身份来历 他们或许没有资格 接触尹宗的机密 但尹宗很多布局和行动 其实都很有针对性 所以他们虽然知道的内情不多 但都知道苏木是敌非友 这也就够了 苏木只是想见管主一面 并无恶意 苏木一开口 老君管的人顿时沙沙吵杂起来 他们的目光变得有些古怪而复杂 因为即便他们这些陆林莽夫 都会念一两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缠绢 更听说过苏木与方七佛之间的恩怨纠葛 以元太的性子 能不动手自然最好 但可惜的是 苏木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他的底线 虽然他是老军馆里头的元老之一 虽然新任管主只是个黄毛丫头 但管主就是管主 下属就是下属 这是他数十年保护后汉皇室逃亡 浸透到骨子里的等级观念 根深蒂固 无法动摇 他是下属 自然要为主子分忧 虽然对于新任管主的很多决策 他并不赞成 甚至对管主的就任感到非常不满 可管主已经定下 他就必须服从 又怎能将苏木踢给管主来措置 管主见不见你 那是管主的事情 但想要询问管主的意思 先过了老夫这一关吧 元太的声音 已经跟他的面容身材那般苍老 透着一股风中 残竹的无奈 却又带着迟迟不肯熄灭的倔强 苏木心中也生出一股敬意来 便不再说话 朝元太点了点头 而后按住刀柄 一步步走了过去 他的脚步越来越快 由急行变狂奔 却给人一种清风过堂的优雅感觉 两人之间距离不过三丈 苏木疏然而至 交叉着的双手同时拔出刀剑来 在元太的身前 展出两道交叉在一处的一字寒芒 元太深深吸入一口气 身子仿佛干瘪的羊皮囊一般鼓胀起来 手中金瓜竟然嗡嗡作响 他后撤了一步 双手紧握金瓜猛然旋转了数圈 而后如旋风一般朝苏木发动了攻击 苏木早先推测这金瓜该有几十斤 那是建立在金瓜是空心的基础上 可如今看来 那硕大的金瓜竟然是实心的 少说也有百来金 那金瓜抡起来 不似元太拖着金瓜 反而像是元太被金瓜的惯性拖着 往苏木这边方向飞旋 直到苏木的刀剑斩出 元太才陡然停住 那金瓜仿佛狂怒奔跑的大象 突然被拉住一般 仿佛奔腾的怒海狂潮 突然被堤坝拦住 积蓄了无匹的距离 全怕少壮棍怕老狼 按说老年人不该以力量建长 更重技巧和经验 可元太却施展出来惊人的力量 仿佛那即将入土的干瘦身体之中 储存着这辈子所有的力量一般 钉 苏木的刀剑同时斩在金瓜之上 竟然只发出一声脆响 而元太的金瓜火星四剑 却又分毫无损 苏木如穿花蝴蝶一般倒掠而出 双脚倾点地面 如反弹的剑簇一般 再度往前冲击 元太的金瓜虽然势大力尘 但却笨重迟缓 而苏木的优势在于速度和爆发力 按说苏木极其克制元太 这场战斗根本就没有任何悬念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垂垂老矣的元太 却仿佛拥有用之不竭的力气一般 举起金瓜便是一顿乱杂 根本没有章法踪迹可循 苏木往前急冲 再次被击退 而元太仍旧保持着强势 在苏木飞退的同时已经飞旋过来 在众人眼中 元太与那金瓜就像拴在绳子两段的两颗铁球 被甩到空中一般 元太借助金瓜之威 金瓜又以仗元太之力 苏木刚刚停在擂台的边缘 那金瓜紧跟着落下 苏木前脚刚躲避 金瓜后脚毫无悬念 就将擂台砸他一大块 一老一哨彻底掉转过来 元太倒成了一粒详实惠的那个 众人见得大供奉如此强势 与先前的锤锤驰木形成极其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心里也是惊骇不已 这就是大供奉的实力 苏木的心里头也在惊诧 这老者竟是以力量渐长 可要知道 随着年纪的增长 身体会不断衰弱 而力量也就随之下降 这元太仍旧能够力大无穷 怕是有着特殊的内功心法来支撑了 若是如此 只要扰乱元太的心境 他的内功运行就会紊乱 力量也就随之消失 金瓜之威变不攻也自破了 苏木早就看出元太的实力比自己要强一分 却没想到老人家竟然强在力量之上 他本打算用力量来压制对方的战斗策略 也就不管用了 眼下被逼得节节败退 心思飞转 便想出了扰乱对方心神的法子来 打定主意之后 苏木飞退出十数步 而后疏然站定 却是将草龟堂刀咬在嘴里 将混元玄天剑插在了前面的地上 而后他的双手捏起莲花道绝 口中默念起咒语来 众所周知 苏木手中的混元玄天剑 乃是江湖武林之中成名已久的神器 乃是包道乙的道剑 据说包道乙曾经遇见杀人于百里之外 难不成苏木竟然也练成了这等神鬼莫测的绝世武学 众人的惊呼声传入耳中 袁太虽然嗤之以鼻 但人越来就越迷信 他也不敢说 这世间没有预见之术 因为武道宗师 已经能够催发内进 隔空伤敌 又有谁敢说 没有些许武道奇才 能够利用内进外放来驾驭外武 如此疑虑之时 苏木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第495章 胜初 早在烈火岛之时 师傅乔道卿 就已经跟苏木分享过这个创意 事实上 苏木对于御剑术这等玄之又玄的东西 是如何都不相信的 武功跟仙法 还是拥有着无法逾越的天地鸿沟的 但对于一名穿越者而言 他很明白 在这个普遍迷信的时代 这种故作玄虚的东西 会引来多么巨大的轰动效果 所以他一直都在钻研 如何才能够利用御剑术来装神弄鬼 哦不对 是用御剑术来震慑八方 他所谓的御剑术 也是借鉴甚至照搬了乔道卿的创意原理 不得不说 幻魔君乔道卿 在装神弄鬼这方面 绝对拥有着 常人无法置信的天赋 以及天马行空异想天开的想象力 这种御剑术 严格来说 应该称之为空剑术 其实就是绳雕的延伸版 利用极其细小的钢丝 来牵引宝剑以达到操控的目的 当然了 首先以大雁的工业技术 想要获取如此细微而坚韧的钢丝 就需要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好在苏木在皇城司拥有着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资源 这倒没有成为太大的难题 而后便是无数次的练习 熟能生巧 熟到连自己都忘记钢丝绳的存在 以达到操控飞剑如臂食指的境界 虽然这种滑而不实的技艺 只能用来震慑敌人 甚至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 遇到尔聪慕敏感知敏锐的对手 很快就会察觉到钢丝绳的存在 但高手过招 胜负往往就在那么短短的一瞬间 这一瞬间的震撼和失神 便足以让苏木反败为胜 所以他很刻苦和拼命地练习这种 被雅瓦儿和护三娘称之为胡闹玩耍的手艺 而且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对敌之中正式使用过 可面对袁泰这种武道宗师级别的高手 面对这种足以碾压自己的对手 他绝不能够以常规的打法来战斗 因为对方无论是战斗经验还是战绩战术 都比自己要强大而深厚 想要取胜 只能剑走偏锋出其不意 而袁泰这样的老古董 已经古井不波 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能够撼动他心神心境的事物 其实已经不多 所以苏木第一时间便想到了空剑术 庄模作样地念了一串自己都听不懂的咒语之后 苏木捏招法诀便往前急冲 因为咬着草鬼唐刀的缘故 含糊不清地念着咒语之时 他的口水都流到了刀刃之上 看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洒脱 但他需要将堂刀放在身边 而且能够触手可及 否则一旦空剑术没有起到该有的效果 他就要品尝失败的苦果了 袁泰也担心苏木真的懂得遇剑术 因为从苏木过往的履历来看 此次每每在关键时刻 总能出乎意料地逆转局势 而且手段层出不穷 让人防不胜防 既然防不胜防 那么就彻底放弃防守 对于袁泰这样的老强者而言 进攻才是最佳的防守 这样的道理他还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他继续抡起金瓜 朝苏木展开了最为凶猛的攻击 势必将苏木的气势压下去 让他根本就无法施展欲剑之术 苏木陡然停止脚步 啪一声和冰霜掌 双手始终二指并未见绝 高举过头顶 猛然隔空朝元太展落下去 所有人都睁大了双眸 这可是武林之中未曾发生过的歧视 他们又岂能错过这等见证历史的时刻 当苏木身后一仗开外纳禀混元 玄天剑陡然升起 越过苏木头顶 如同天降神器一般朝元太飞落之时 所有人都停止了呼吸 真的有预见之术 人都说他是患魔君乔道卿的关门弟子 看来怕是真的了 这 这可是神鬼折仙之术啊 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凉气 心中一直不安的元太 终于寒茅树起 心神终于大乱 他不是痴迷武道之人 对于自己的记忆 其实并没有刻意去修炼 而是数十年的流亡生涯 一次次绝地逢生的厮杀 魔力出来的过硬本事 而修炼内功更多是为了平复他心中的杀戮力气 甚至于他的金瓜在武林之中并不多见 也没有太多的套路可言 也正是因此 他手中这只金瓜才能够纵横北地 草莽数十载 可内功越修炼 心境越是开放通透 视野格局也就越是广阔 对人世间的领悟也就越是深刻和玄妙 这就好比后世的诺贝尔蒋得主 大部分都是有神论者 因为越是去挖掘 越是去探究 就越懂得敬畏 对未来 对未知事物的敬畏 所以他对遇见之术 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 反而比所有人都要相信 只是他用嗤之以鼻 来掩盖自己心中的不安 也算是掩耳盗铃罢了 可当苏木真正施展开来 那么他仅仅只是那么一瞬间 便看出来破绽 当那飞剑斩落之时 他仍旧禁不住心神震撼动摇 当飞剑斩落在金瓜之上 蹦出火花来 而苏木已经柔身而上 一把接住反弹回来的混元玄天剑 右手则取下口中的草鬼堂刀 整个人扑杀到了元太的跟前 吃 当苏木如风一般与元太擦肩而过之时 顿时传出一声脆响 因为所有人都鼻息凝神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 故而这一声脆响 格外的刺耳 咚 金瓜砸落在地 竟然砸出一个凹坑来 而元太的双手 只剩下半截厚重而切口平整的木柄 在他的左胸处 衣物早已被抹开 血迹一下就涌了出来 染红了他半边身子 撕 大供奉 竟然败了 那可是飞剑啊 又岂有不败之理 这苏木竟然强大如斯 俨然已踏入穷究天人的地步了吗 元太没有将这些议论声听入心里 虽然他的心境早已再度平复 虽然左胸的伤口并不能让他皱一皱眉头 他终究还是叹息了一声 因为苏木对他同样是手下留情 左胸的伤口看似恐怖 其实并没有伤及内力 而苏木完全可以将他当场格杀的 元太并没有感激苏木 并非因为战败之后的不甘和愤怒 而是他很清楚 苏木若真杀了他 非但不能震慑群雄 反而再也走不出老军馆了 再者 苏木想要见馆主 若将他这个大供奉给杀了 慢说见不到馆主 即便见到了馆主 相信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吧 对于苏木使用空剑术这种小伎俩 颇有圣之不武的感觉 可元太不是寻常舞者 他是深刻领悟到胜负与生死之间区别的 所以他能够体谅苏木 这也正是他叹息的原因之一 对于苏木这个敌人 他竟然没能够生出太多的敌意来 这样会让他感觉很怪异 但深思一番 却又合情合理 于是老军馆的大供奉元太 也没有理会胸口上的伤势 更不去看地上那个被斩落的金瓜 他走到了苏木的前面来 你且稍等 老夫通禀馆主一声 苏木没有太多的意外 只是慢慢将刀剑收入窍中 朝元太微微抱拳 那就麻烦老哥哥了 元太刚要转身 苏木原先所在的二楼房间里头 却是传出一个声音来 不用了 直接上来吧 元太微微皱眉 而苏木却大惊失色 那老军馆馆主马四娘 竟然一直待在二楼的雅间 甚至就待在自己的身边 苏木虽然并未将那些陪侍的女子驱赶出去 甚至还同送前逢场作戏 以求遮掩身份 可他终究有些心不在焉 竟然没能察觉到马四娘的存在 作为老军馆的馆主 更是隐踪在人间行走的代理人 马四娘与那灰衣老者都堪称神秘 不用说 马四娘绝对只是个化名 而藏头鹿尾的他 对易容之术 自然不会太过陌生 甚至于他的易容术 俨然已经达到了燕青的水准 否则苏木又如何看不出来 一想到打从一进门 就已经在别人的监控之中 自己的所作所为 被马四娘当成猴戏来看 苏木心里没有愤怒 只有后怕 因为事情从一开始就脱离了他的掌控 而他却全然无觉 若马四娘想要对自己动杀手 说不得早就动手了 可笑的是 苏木竟然还在考量各种因素 想要全身而退 在马四娘的眼中 自己怕也只是个大笑话罢了 念及此处 苏木只能无奈苦笑 让宋钱先回去 自己责上了二楼雅间 老军馆的人 也怕宋钱回去报信求援 但袁太却果断将宋钱给放了出去 因为苏木是个聪明人 不会看不出馆主释放的善意 再者 苏木就在老军馆里头 他们的援兵即便来了 投鼠忌器 也做不了什么 苏木心情复杂地走上二楼 他的脑海之中 不断浮现先前那些个女子的面容来 想要找出马四娘的蛛丝马迹 可让他感到诡异的是 他只记得一股浓浓的脂粉味 对那些女人竟然没有半分印象 许氏从一开始就放了迷香 用以分散注意力 好让他的伪装全无破绽吧 苏木如此思考着 便来到了二楼的雅间 雅间已经收拾过 里头的宴席早已撤下 换上了散发着木头清香的茶几 一名女子正在束手煮茶 摇曳的灯火之下 那女子一袭红衣 显得格外的惹眼 苏木缓缓走过来 也不问话 静止坐到了那女子的对面 前倾着身子 没太多礼貌 直接打量起那女子的长相和身材 这马四娘竟然也没有太多的反感 反而微微笑着 任由苏木放肆地打量 怎么样 本姑娘长得还算过得去吧 嗯 脸蛋不错 就是要小心飞机 苏木不怀好意地扫了 马四娘的胸脯一眼 故意加中了飞机二字 想要看看对方的反应 用的是飞机场的梗 而马四娘却只是笑骂了一句 你来这么久了 一直都这么贫吗 苏木见得她对自己的言语 没有任何质疑 竟然还能如此顺畅地答话 顿时激动地直起了身子 你 她嘴唇吸动着 久久说不出话来 虽然早已做足了心理准备 可当她真正面对这一刻之时 仍旧激动地语无伦次 我 我可以抱抱你吗 苏木眼中泛着泪光 如是问道 第496章 管主 这已经不是她相遇固知的问题 苏木与这个化名马四娘的女人 根本就未曾相识 可苏木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 一个人竟然能够对一个陌生人 产生如此强烈的感觉 仅仅只是因为 她有可能与自己来自于同一个时空 因为激动 她竟然变得语无伦次 更是暂时将马四娘的身份 都彻底抛到了脑后 然而马四娘却镇定十足 她只是笑了笑 朝苏木说道 你不会想抱我的 苏木这才回过神来 重新坐回席上 接过马四娘递过来的乡名 喝了一口 吻了吻心神 你也不要太激动 我会觉着 我家先生太高看了你的 你家先生 对 你也莫以为 我是你们家乡的人 我家先生也喜欢说怪话 所以我才知道你家方言的意思 你家先生先在何处 我家先生想在何处 就在何处 那你家先生姓甚名谁 我家先生想姓什么 就姓什么 那我明白了 那说明 我家先生确实没有高看你 一段简单却又不简单的对话 就这么结束 马四娘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朝苏木补充了半句 也没有低估你 苏木的激动终于彻底平复了下来 他有些失望 因为这马四娘 并不是他想象之中的另一个穿越者 但他的激动并没有错 因为马四娘背后那个先生 应该就是一个穿越者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苏木也一直相信 除了他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人 穿越到这个时空来 可惜他苦苦追寻 终究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眼下倒是找到了一个 却又让他生出巨大的挫败感和不安 他苏木绝对不是一名合格的穿越者 甚至可以说混得很苦 很拼命 如今虽然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势力 并被皇帝所重用 但相比之下 自己实在太弱了 如果他猜测没错的话 马四娘口中那位先生 应该就是尹宗的高层 甚至宗主都极有可能 而从马四娘说话的语气 以及他适才的话语 可以推断这个先生 应该年纪不大 否则也不会跟马四娘 调侃飞机场这一类的话语 再者 从马四娘表情神色之中 透露出来的甜蜜和倾慕 应该可以确定 这马四娘 就是那位先生的后宫女子之一 自打穿越重生以来 苏木先在模拟叫 穆州分舵的死亡训练营 挣扎求生 回到杭州之后又经历了生死大战 不断被石宝等模拟叫高手追杀 而后又碰上了方辣和方七佛的起义 再来就是各种江湖武林 和庙堂沙场的青亚和厮杀 他绞尽脑汁 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每每都要豁出性命来拼搏 而且每日每夜都苦练武艺 生怕自己一朝不慎 就全盘皆输 落得个身手易处 这些事情才发现竟是如此的困难重重 终于有了袖衣指使君等等人脉势力 却发现别人早已逆天的成为了尹宗的宗主 更甚者 他还在猜测 说不得这尹宗宗主跟他一样 一直在搜寻其他穿越者 他的身边极有可能汇聚了好几个 甚至一群拥有不同技能的穿越者 否则又如何解释尹宗如此强大 当然了 这些都只是他的推测 只是不幸的事 他竟然要跟如此强大的人做对手 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穿越者 他没有金手指 更没有主角光环 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用后世的话来说 他只不过是个勤奋一些 卖命一些的屌丝罢了 可这个时代 让他拥有了归属感 他的父兄 他的袍子伙伴 他的女人们 都是他需要去守护的对象 他甚至想让这个奢靡 却又绚烂的时代 得以延续下去 不再发生未来不久即将来临的耻辱历史 对抗历史社会发展规则 已经让他顶着巨大的压力 如今 他连对历史轨迹那点前瞻优势都没有了 而就是这个时候 突然出现这么强大的对手 若说苏木心里 仍旧还有底气和信心 那是骗鬼都不信的 然则不安归不安 在苏木的字典里可以有认输二字 但绝对没有放弃二字 认输和放弃 有时候可以是同一个意思 但有时候又有不同 暂时的认输 正是因为不想放弃更为远大的理想 暂时的服软 是因为不想放弃自己生存下去的权力 懂得妥协的人 才能握住时机 赢取最后的胜利 便如同勾建韩信一般 看着马四娘 苏木突然有种无奈的感觉 因为他想起了官家赵捷交给他的任务 马四娘便是这次任务的目标 然而直到此时 苏木才终于知道 这位马四娘 只不过是那位先生身边的其中一个女人罢了 谁知道这位先生身边有多少女人 谁又知道 这位先生的麾下有多少奇人异事 仅仅只是从一个老军管的势力 便能猜测出 那位先生 极有可能是引宗宗主的男人 会是多么的强大 官家是显宗的宗主 可他下达的命令 却也只是到了马四娘这个档次 是管家不想与苏木交底 还是说 官家另有打算 或者是说 这位显宗宗主 也只了解到了马四娘这个档次 若是后者 那么苏木可就真的要失望了 而且他认为 最后一种的可能性极大 因为赵捷虽然是大雁帝国的天子 是显宗的宗主 但与尹宗的势力相比 实在有些捉襟见肘 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一点 首先 大雁皇朝都这么多年了 竟然来卓州和幽州 都没有收复过 数十年如一日地忍受着 辽国的欺压和西夏等国家的骚扰 而尹宗的人则 已经将势力的触角 延伸到了燕云十六州来 并遍布燕云大帝 就成果而言 这样的效果 绝对要比坐拥 数十万军队的大雁朝 还要强大 再者 如今也无法确定 尹宗是否将势力延伸到了西夏吐蕃 回湖大理等等周边国家 若真是如此 那么大雁就真的岌岌可危了 苏木不明白 尹宗的人为何如此热衷于挑起战争 为何一定要推翻大雁 但他知道 尹宗已经强大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 显宗能够收复燕云还好说 若在燕云的战争失利 那么尹宗趁火打劫 大雁可就难保了 心思飞速流转 苏木仿佛挖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几乎要将他的思绪吞噬掉一般 越是调查 越是接近尹宗 他对尹宗的那种恐怖实力的认识 就更深刻 对尹宗的忌惮也就越发浓重 这也给苏木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这么一想 面对马四娘 苏木也就没有太多的压力了 因为纵使他是老军馆的馆主 纵使他在江南搅风搅雨 但他终究只是个女人 是那位尹宗宗主的女人 或许他同样能够呼风唤雨 同样能够给苏木造成极大的阻碍 但有了那位尹宗宗主在后头 对比之下 苏木对马四娘也就没有那么的高看了 虽然明知道在他身上也问不出什么来 但苏木还是不想放过这样的机会 因为在他拒绝回答或者用虚假的答案来欺骗你之时 同样能够透露出一些信息来 让你反面推敲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苏木经过了短暂的失神之后 突然又问道 你们想扶植女真 还是西夏 这个问题很大 很不着边际 也很突兀 但苏木很清楚 马四娘肯定清楚那位宗主的布局 否则也不会将燕云的势力都交给他来打理 从袁太等人的神色之中 苏木已经看得出来 老军馆的这些供奉和客卿 显然对马四娘 这位馆主 并不是很买账 所以老军馆看似强大 或许在燕云区域的处境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对于苏木的突然发问 马四娘果然微微正了一正 但旋即恢复过来 朝苏木笑道 苏先生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我家先生说了 终究有跟你见面的一天的 苏木对这个答案不置可否 而后他又问道 你家先生的姓名不能透露 你的总可以吧 马四娘文言 并没有太多的意外 迟疑了一下 还是平淡地开口道 我叫马娘四 马良是 马 娘 四 看着马四娘 被气得有些恼羞成怒的小女儿姿态 苏木也是得逞一笑 只不过 他心头是如何都笑不出来的 因为临行之前 官家曾经交代过 若不杀而招纳 便给这位马四娘赐以国姓 马四娘这个化名 应该是将名字马娘四调转过来而已 但如果按照官家先前的想法 能够招纳这位马娘四 赐以国姓 那他可就变成赵娘四了 赵娘四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很陌生 可赵娘四却让人记忆深刻 这位赵娘四本名马直 地道的辽燕人 本是辽国的南面官 而后同贯法辽 他与同贯按通款区 献策结好女真 而法辽取燕 跟着同贯班师回朝 遂改名为李良四 而后被大宴官家赐赵姓 便是赵娘四 若没有赵娘四 献策联合女真法辽 也就不会出现惊人南下 攻陷便京城 掳掠二帝北上的靖康之耻 苏木收到这个任务之后 便产生了怀疑 与燕青取得联系之后 便让他私下打听 关于马直的消息 可燕青的调查结果却是 马直早已死在一场大火之中 苏木本来打算放弃这条线索 没想到马四娘的本名 居然叫马娘四 而且尹宗正跟女真眉来眼去 说不得这马娘四 就是将赵娘四取而代之的那个人 女真如今的局势不明 苏木也并不担心 马娘四会横插一脚 她之所以惊诧担忧 是因为她察觉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除了自己扰乱了历史轨迹 产生了蝴蝶效应之外 那位神秘的尹宗宗主 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应该比自己的更加严重 这就使得局势更加的错综复杂 越发不可预判 这会使得她的筹谋变得更加的困难 在劣势的情况之下 无疑是雪上加霜 面对这个极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的女人 苏木有些凝重地指示着她 问道 你打算如何挫折我 第497章 马娘四 你该如何挫折我 当苏木对马娘四说出这句话之时 其实已经将自己放在了一个任人摆布的极低姿态 这也恰恰说明 连她自己都认为无法走出老军馆 起码在马娘四看来 基本情况确实如此 但她也很清楚 在苏木这件事上 她没办法自作主张 否则她早已将苏木杀掉了 即便像袁泰这样的老人 对马娘四的上尉很是不认同 但在对待苏木的事情上 却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因为他们都知道苏木极具威胁 留下来只能是个祸害 奈何那位先生许是顾念同乡之意 执意要保住苏木的性命 他们也不敢违抗命令 而苏木询问马娘四 其实本质上还是在试探那位 极有可能是尹宗宗主的穿越客 对她苏木的态度 她应该很清楚 一名穿越者是多么的可贵和罕有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杀苏木的 而且像她这样的人物 已经攀登到了足以左右 这个时代走向的位置 拥有着毋庸置疑的尊威和高傲 即便苏木同样有些资源和手段 在袁泰马娘四等人看来 已经极具威胁 但对于这位宗主而言 显然苏木还是不够看的 马娘四并没有让苏木等太久 他家先生确实没有要杀苏木的意思 但也嘱咐过他 让他对苏木进行一番考验 以决定苏木的去留和生死 于是他用袖子掩着 极其端庄地喝了一口茶 而后朝苏木说道 幽州老军馆大小供奉和克卿统共104人 幽州城里头有辽军和汉军等等五万有余 能不能走出去 看你自己的本事 苏木微微一饿 没想到马娘四竟然如此简单粗暴 若他将自己的身份泄露出去 苏木便是插翅也难飞啊 你我相聚不过三尺 若我绑着你 你觉着我能不能走出去 苏木别有深意地盯着马娘四 后者却只是娇媚一笑 主意倒是不错 绑着我能走出老军馆 但绝走不出幽州 再说了 你就一定能绑住我 马娘四那纤细的中指 柔软至极地妈撒着茶杯的边缘 那位置上还残留着他的唇印 按说这一幕对男人们来说 该是极具视觉冲击的 特别是在女人们普遍内敛的这个时代 然而苏木却并没有太多的享受 因为他感受到了 马娘四毫不掩饰的杀意 炉子里的西魂香 茶里的扣骨散 糕点里的洛仙药 连着盆装点用的饿舌兰 如果你觉着这样就能够对付我 也太小瞧我苏木了 马娘四机关算尽 房间之中的布局 竟然全部让苏木给点破 当下也是有些愤懑 以他们对苏木的调查 不会不知道苏木师从乔道清 对用独一道有着极其深厚的功底 然而他没想到 苏木竟然已经精神到了这等地步 看着马娘四咬牙切齿的表情 苏木反倒笑了 你可知道 我身边有个懂下骨的丫头 苏木如此一说 马娘四顿感全身发痒 柳梅倒树 指着苏木气道 你 你卑鄙 他可是很清楚 古独有多么的恐怖 当初在江宁 乌花蓉对转运史思那些人手的所作所为 马娘四可是亲眼见过的 原本他并未察觉什么 可听的苏木这么一说 全身肌肤顿时紧巴巴的 浑身都不舒服 特别是脸颊上热辣辣一片 慌忙让人取来铜镜 只扫了一眼 他便将铜镜丢向了苏木的脸面 你竟然敢给本姑娘下骨 马娘四本想着暗算苏木 从苏木进门开始 他就不下重重毒药 却没想到苏木早已识破 将计就计 那些毒药非但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反而让他偷偷给自己下了骨 他飞速地回想着两人见面之时的情景 根本没放过任何一丝细节 却如何都想不起何时跟苏木有过身体接触 在他看来 骨毒这种东西虽然悬之又悬 但苏木没机会在饮食之中下骨 更没有接触过他的身体 他又是如何下的骨 难不成只是吓唬他而已 可铜镜之中 他脸上已经开始出现米粒大小的红斑 这些红斑密密麻麻 一直延伸到脖梗之下 说不得胸前和腹部背部手脚 全身都已经开始长出这种红斑了 苏木轻描淡写一幅秀 便将那铜镜揽了回来 捏在手中把玩着 朝马娘寺笑道 姑娘若没其他话说 苏某可要告辞了 无论何朝何代 女人对自己的容颜终究是最为关心的 而马娘寺仅仅只是 那位神秘宗主诸多女子之中的一个 若被毁了容 即便那宗主对他不离不弃 他也无法坦然自处 等等 苏木刚起身 马娘寺当即站起来喝止 满脸怒容地朝苏木说道 把解药交出来 给你们留个全尸 呵呵 苏木仿佛听到了一个笑话一般 极有风度地朝马娘寺微微拱手 而后继续往外走去 来人 马娘寺一声令下 袁太等老军馆的好手便聚集到了一楼大堂 将苏木的去路彻底封锁 而苏木面不改色 视若无睹一般 双手按住剑柄 继续前行 袁太在人群的前头 虽然败给苏木 但却无法放任苏木离开 马娘寺从二楼雅间之中追出来 才醒悟自己脸上的红斑实在见不得人 当即又缩了回去 苏木也不回头 只是朝袁太淡然道 老哥哥 难道真要苏木杀江出去 袁太的金瓜已经被斩断 除了金瓜 大枪便是他这种沙场老汉将的最衬手兵刃 可大堂里人潮拥挤 大枪施展不开 他也只是捉了一柄妖刀而已 听得苏木如此开口 袁太也是眉头紧皱 朝苏木答道 管主有命 不敢让你离开 如今不是比斗 不能跟你讲规矩 抱歉了 袁太将妖刀抽出来 大堂内的高手们纷纷取出兵刃 顿时一片铿锵叮当之声 苏木抽出刀剑来 整个人的气度都变得肃杀万分 眼看着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马娘寺终于气得一跺脚 朝楼下喊道 放他走 袁太等人微微一饿 而后终究还是让出了一条道来 苏木朝二楼扫了一眼 也不打话 却没有卖脚 思虑了片刻 似乎想到了些什么 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 便往前走了几步 这才下了三五步的台阶 马娘寺的身影 陡然从雅间之中杀楚 他的手里握着一柄清风宝剑 脸面已经蒙了起来 迅疾如风 便袭向了苏木的后心 诸多供奉高手都是聪明人 又岂会不知马娘寺的缓兵之计 他并非要放苏木离开 只不过想借此来麻痹苏木 让苏木放松警惕罢了 苏木嗨嗨一笑 显然刚才正是想到了马娘寺的诡计 他的心里 其实一直在防备着 刀剑挥舞开来 便往台阶下面扑杀而去 无论是混元玄天剑还是草鬼堂刀 都是事所罕见的神兵戾气 那些个供奉和可清 虽然并不是什么虾兵蟹将 但在苏木面前显然是不够看的 再者 马娘寺已经下令 那么断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苏木离开 刷 袁太没有任何言语 举手猛然挥出一刀 刀芒划破虚空 刀刃表面的空气都升腾起一阵阵涟漪 想来他已经灌注了内劲 然而 妖刀终究不是他擅长精通的本命兵刃 即便是大力臣 也无法将他五道宗师的领悟心得发挥出来 这套刀法更是军中常用 并无出奇之处 苏木字不可能被袁太吓退 他的刀剑挥舞开来 居高临下 势如破竹 从二楼台阶一路杀下来 将那袁太都逼得节节败退 到了这等撕破脸皮的时刻 苏木也就不再留守 身影如吹过弄堂的疾风 于人群之中穿梭而过 手中刀剑拼命收割着老军馆高手兜性命 鲜血喷洒当空 竟然无人能挡 当苏木击败袁太之时 他们就已经被苏木的御剑之术震慑了一番 傲气全无之下 被马娘寺强令堵截苏木 心里早已没了一往无前的死质 而苏木却看清局势 知道马娘寺如何都不会让自己安然离开 自然不会再留守 此消彼掌 苏木虽然只有一个人 但在气势上却将袁太等人压制得死死的 苏木最擅长的便是近身厮杀 又有左剑右刀在手 血路很快就从大唐延伸到了大门 那大门的护院早已听得那里的响动 没想到苏木竟然凭借一己之力杀江出来 护院们也是慌了手脚 他们都是底层好手 那护院的头目更是认得苏木向他展示的铜钱 知晓苏木身份特殊 当即就要关门打狗 可苏木又岂会让他们得逞 内劲喷土 激发出惊人的速度和爆发力 一下子就撞出大门外头来 这老军馆乃幽州最为有名的消遣去处 除了这处核心的馆阁之外 周边还有许多名面上的秦楼厨管勾兰瓦舍 见得这边发生暴乱 那些个顾客纷纷探头来望 苏木杀江出来 急行于街道之上 马娘寺 袁太以及老军馆的高手们竟然没有丝毫忌惮 就这么在大街上展开了追杀 然而正当此时 他们的身后却杀出来两道身影来 赫然便是不放心 苏木才悄悄跟过来接应的雅瓦和护三娘 真是个惹是惊 其实并未走远的乌花蓉 也加入了雅瓦护三娘的队伍 朝苏木撇了撇嘴 低声嘀咕着 若苏木知晓自己竟然被乌花蓉说成惹是惊 说不得要吐血 只不过眼下她并没有这样的心情 雅瓦儿和护三娘乌花蓉的加入 顿时使得老军馆阵行大乱 这些个江湖人士 本就没有太多的长法阵行可言 雅瓦儿和护三娘都是女中豪杰 顶在了前头 而乌花蓉则在后头偷偷下黑手 可谓配合默契之极 苏木压力顿俭 见得雅瓦儿护三娘等竟然偷偷跟过来 而且还从后路杀处 一时间不知该高兴还是该无语 不过他们既然来了 也省得回去找他们 苏木便停下脚步 反身杀回来 要与雅瓦儿等人汇聚到一处 马娘四本只是想考研一下苏木 可谁想到这无耻之徒竟然给自己下骨 又大肆屠杀老军管的人 诺不可遏的马娘四终于忍无可忍 真正对苏木起了杀心 第498章 点将纯 尹宗在燕云十六州的渗透和布局早已超乎想象 他们在辽国朝廷里头都拥有着巨大的人脉 肖干之所以放心离开幽州 去救耶律大使就是因为将一部分城防委托给了尹宗的人手 老军管里头的契丹人与汉人能够共作一席 相处甚欢 正是因为尹宗是他们共同的联盟者 马娘四是如何都不想见到苏木逃脱 可老军管的高手已经被杀的气势全无 苏木又逃离了老军管 来到了幽州的大街之上 或许他们无法对抗百来号的武林高手 但他们若执意要逃 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毕竟幽州城还是非常大的 马娘四见得此状 不再犹豫 让人升起信号焰火来 幽州城内的官兵和守军顿时都行动起来 封锁了大大小小的出入要塞 眼下正是夜间 幽州本是开放之地 萧禁并不会太严格 可北伐军大敌当前 肖干又不在幽州坐镇 守军也不敢大意 这段时间的宵禁又变得森严起来 除了老军管等一些夜间热闹的花月场所之外 街道上其实并没有太多闲杂人员在行走 这又给苏木几个的逃脱 增添了不小的难度 苏木起初还不太相信 没想到马娘四果真能够调动幽州的官兵和守军 这也足以印证了他心里的猜测 那位尹宗宗主 果真到了守眼通天的地步 他的势力已经从大雁朝地下的黑暗世界 延伸到了辽国 女真 西夏等国家的阳光之下 而他们能够将老军管 如此正大光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也是在向天下人释放一个信号 尹宗要由暗转明了 他们经历了这么久的积蓄力量阶段 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 可以出来搅风搅雨 扰乱天下大局 争夺天下的席位了 苏木的目的地本来就只是幽州 官家的任务也正是要针对马娘四做出判断 而后自行解决马娘四的问题 可如今他非但没有解决马娘四 反而让自己和雅瓦尔等人身陷险境 更重要的是 他还要离开幽州 前往北方 越过长城 到女真不足去走一遭 看看大光明教到底在搞些什么名堂 想来岳飞等人已经抵达了预定的地点 就等着接应苏木几个了 可他能不能走出幽州 还是两说之事 这一路走来 苏木也不知被追杀过多少次 以至于都当成了家常便饭 在他看来 被当成丧家之犬一般 撵来撵去并不可耻 可耻的是 被撵之后一无所获 幽州的官兵和守军都调动起来 在幽州城中四处搜索追捕苏木 城内局势必定混乱不堪 而城防力度也会因此而减弱 苏木的出现 会分散守军的注意力 这些是什么 这就是时机 这就是北伐军拿下幽州城的最好时机 苏木虽然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将马娘寺的事情彻底料理和解决 那也是因为他对尹宗宗主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想通过马娘寺来获得更多的情报 而马娘寺出乎预料的强势 却让苏木得到了机会 在幽州城中制造混乱 为北伐军拿下幽州 提供最佳的战绩 只要他们能够将这种混乱持续几天 北伐军就能够抵达幽州 只要将情报传递出去 拿下幽州的难度可就能够直线下降了 脱离了老军馆等人的追杀之后 苏木和雅瓦尔等人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这等大规模混战 乌花蓉的古独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效用 拳脚刀剑功夫比较弱的他 反而成为了苏木的软肋和累赘 所以当苏木提出自己的计划之时 这丫头果断主动请鹰 先去寻了宋钱等人 务必要在秀一指使军的协助下 尽快偷出城去 向北伐大军通风报信 在苏木无法离开的情况下 也就乌花蓉比较合适 因为他会说服曹顾 而曹顾能够说服铜冠和重施道 如此一来就省了很大的麻烦 不必担心北伐军会畏首畏尾 像以往那般错失良机 而苏木和雅瓦尔护三娘 连同潜伏在幽州城内的秀一指使军们 在这段时间里 一定要幽州这个池塘给搅混 而且越混乱越好 老军馆的高手倾巢而出 幽州方面起初只是动用官兵和少数的守军 可随着苏木等人不断地分散 不断地袭杀这些守军 无论是幽州的地方官府还是军方 都已经被苏木这群细猫的老鼠给惹怒了 马娘寺更是怒不可遏 苏木等人竟然逃脱了老军馆的追杀 隐匿到了幽州城之中 虽然已经发动了大量的人手 可每日都有伤亡传来 却是连苏木一根汗毛都没伤到 而在他回到老军馆之后 他第一时间便召集了老军馆中的衣冠 对自己脸上的红斑进行了检查 他本就没抱有太大的希望 毕竟巫谷之树神秘飘渺 只在南疆蛮族之中流行 所谓树叶有专攻 中原和北地的医者即便在高明 也很难解除古毒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老医官看过之后 却发现这些红斑并非有古毒引发 而是种了寻常的毒药 这种毒药名幻点降醇 乃极其恶毒的一种剧毒 种者三日之内全身溃烂 苦不堪言 却不会死去 带得毒斑浓疮爆裂之后 毒素也便随之减弱 人虽不死 却留下全身毒疤 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这等残忍的奇毒 却取了一个极有意境的名字 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嘲讽 距离中毒 已经过去一夜和大半日 马娘寺身上的毒斑已经开始蔓延 他也是心急如焚 让老医官赶紧想办法解救 老医官自然不敢怠慢 解毒的配方不是没有 配方里头的药材也齐备 难就难在药引和治疗的场地 想要解点酱醇 必须要准备一种名为绣女的小鱼 将熬好的药剂喂养这些小鱼 再让中毒之人到地热之泉中浸泡 让绣女鱼儿啃噬身上的毒斑和浓疮 在啃噬的同时 绣女鱼会吐出药物的精华 注入中毒者的毒斑和浓疮之中 如此才能够成功解除毒素 如今已是三月 天气回暖 万物生长 卵河与桑干河的大小支流 为幽州带来了充沛的水资源 大小河西涓涓不息 想要找到绣女鱼 并不是难事 难就难在 没有可用的地热泉眼 这东西可遇而不可求 即便幽州城里头有 也早已被大户人家给霸占了 在温泉眼周遭建起亭台楼阁 成为私人专享之物 紧急之时 又如何能够找到 不过这些终究只是老医官的顾虑罢了 在马娘寺看来 这些都不是问题 他乃老军馆的馆主 整个幽州城里头 谁敢不给他半分薄面 而且别的不说 便单说这地热泉眼 他就知晓 幽州城中仅有的一处 而且那一处还是他的私产 马娘寺最爱干净 北地冬日里缺水 天寒地冻 沐浴变成了大问题 可马娘寺 却通过老军馆的情报网络 找到了这么一处 自然天成的绝佳之地 那泉眼非但洁净 而且还带着地热 那泉水之中满是中乳石精 最是祝容养颜 即便是夏季天热 爱美的马娘寺 都恨不得去泡上一整天 所以他很快就让衣冠准备好秀女鱼儿等药引子 在第二日下午 终于带着自己的贴身侍女 往城西北的僻静之处而去 他心里是恨透了苏木 一方面因为他给自己下了毒 差点要回去他的美貌 二来则是苏木 竟然骗他说是孤独 让他差一点陷入绝望 更重要的是 这苏木直到此时还活蹦乱跳 一半幽州城的人手都调动起来了 竟然还是没能抓住他 殊不知 秀依指使君的弟兄们 早就将幽州城摸了个通通透透 除了老军馆以外 其他地方熟门熟路 堪比地头蛇 苏木又岂会找不到藏匿之地 马娘寺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这些天已经开始针对秀依指使君展开了清洗 但这也导致幽州城内人心惶惶 乱成一锅粥 官兵和守军四处出动 但凡有可疑人物便抓起来拷问 闹得是怨声载道 幽州城内越发的混乱不堪 不过马娘寺可不管这些 眼下最要紧的事情 自然是先把点降纯的毒彻底清除了 而后再抓捕苏木 即便自家先生再如何责罚自己 他也要将苏木碎尸万段 他的私人别院平常都有高手守卫着 不过已经提前撤离了 这是他的习惯 即便这些人没有胆子偷看他冒犯他 可他的洁癖已经延伸到了精神层面 在自己泡澡的时候 一想到又大堆大堆的臭男人在外头守着 说不得这些满脑子烟渣的汉子 还会想象自己泡澡时候的光景 一想到这些 马娘寺就浑身不舒服 于是早早就让人把这些高手给支走了 这些人也都清楚管主的习惯和脾性 没有命令 自然躲得远远的 不敢踏足私人别院半步 马娘寺与贴身侍女来到内院的一处暖阁 这才刚打开门 一股股水雾便弥散出来 整个房间如同仙境浮地一般 这房间是没有屋顶 开着大天窗 周遭种植花草 用干净的石块搭建了一个浴池 那浴池里头咕噜噜泡腾着乳白色的精华泉水 这便是马娘寺在幽州最心爱之地了 侍女们好生检查过一遍 确认安全之后 才将未养过的秀女鱼儿都放到了浴池之中 而后要帮马娘寺脱衣 若换了平日礼 马娘寺巴不得在这些侍女面前卖弄一下自己的好身材 可惜如今中了齐毒 全身都是红斑 实在不堪入目 她也不想这些侍女心里看清自己 便将她们都打发了出去 阳光从天井上空头射下来 照得浑身暖洋洋 说不出的舒畅 马娘寺缓缓将衣物都除掉 虽然中了毒 肌肤并不雅观 但仍旧难以掩盖 她那婀娜的瘦长葫芦形身材底子 风鱼儿锦逝 实在让人血脉喷张 她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身子 轻叹了一声 而后又骂了一句 该天杀的苏木 等着五马分尸吧 骂完之后 马娘寺便款款走到浴池边 探了探水温 适应了之后 便坐了下去 浴池不算小 中心处咕噜噜冒着泡 而在她左侧 浴池边缘处的水面上 小半截十指大小的新鲜白鲁杆 似乎在随着水面的波动 慢慢朝她飘了过来 第499章 补货 三月的幽州已经开始回暖 虽然早晚还有些撂翘 但白日里却是很暖和喜人了 阳光从天井上空照射下来 映照着乳白色的泉水 泉水之中的少女 双肩与脖梗微微泛红 脸上带着勾人心魄的红巢 那浅落的锁骨 更甜典雅之美 若是没中毒之前 她的肌肤圣血 浸泡在乳白色的泉水之中 便如同御人仙子 配合这周遭的洞天伏地美景 更是人间罕见 可如今她身上的红斑 已经被绣女鱼儿啃视 表皮已经被吃掉 药液通过鱼儿 注入到她的窗口之中 使得皮肤泛起鲜红之色 而这些小鱼儿的啃视 使得她苏胸臊痒的 一直痒到了心里 于是她便将双手放在了水面之下 随着水波越是激烈 她脸上的春潮就越是红润 双眸寒春 喉尖静不禁发出舒畅之极的声音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半截鲁干 已经游移到了她的身侧 就在她完全沉浸在 自娱自乐的迷醉感觉之中 眼看着就要喷波而出之时 那水面 陡然哗啦啦地破开 啊 认识她武艺如何高强 在这等关键时刻 遭遇如此突兀的情况 也要心头大害 水花扑腾 迷离了她的眼睛 带着她看清楚之后 却发现水面上冒出一颗人头来 那张脸让她永世难忘 特别是脸上那两道金印 她的清风宝剑 就放在浴池边上 眼下也顾不得赤身裸体 飞速后退 一个转身就往浴池边上爬 整个背后的光景 都让苏木一览无余 那让人心颤的凹凸曲线 消瘦的肩头 纤细而紧致的风腰 突兀圆润如成熟葫芦的下盘 总之 连突袭的苏木 都感到心神为之一致 悸动不已 谁能想到 苏木非但从一开始 就识破了她的下毒意图 竟然还神不知鬼不觉 给她反下毒 更推测到 她一定会来这里解毒 其实从苏木 走进老军馆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开始了她整个计划的表演 除了宋前被伤纯属意外 其他的事情 几乎都照着苏木的计划在走 早在熊州和桌州之时 她就已经开始谋算这个计划 到了幽州之后 宋前等秀一指使军 无法获取老军馆的具体情报 曾经一度打乱了苏木的原计划 使得她不得不做出调整和修改 她的目标从来都是马娘寺 扰乱幽州城 为北伐军制造 充当内影 只不过是意外之喜罢了 眼下就只有她跟马娘寺 后者不仅仅手无寸铁 更是身无寸铝 这等绝佳的时机 苏木又岂能放过 眼看着马娘寺 如同翻滚上岸的白鱼一般 攀上浴池边的原石 苏木闪电出手 抓住马娘寺那纤细的足踝 轰隆就把她重新拖入了水中 马娘寺羞愤难当 然而她毕竟不是明洁重于性命的肤浅女子 她也是经历了厮杀的江湖人士 很多时候甚至比护三娘雅瓦等人还要狠辣 若真论起来 或许也就只有杨红莲能够与之比肩了 所以她根本就不去理会春光乍蟹的问题 抓起池底那白细的沙子 马娘寺的狠辣并没有出乎苏木的预料 到手的肥鱼 苏木又岂能让她再度溜走 马娘寺的沙子洒向苏木的头脸 可苏木却毫不在意 甚至没有遮挡 根本就不受这些虚招的影响 一击手刀砍浆出去 带得马娘寺躲避之际 她已经闪身到了马娘寺的身后 手臂缓住她的脖梗 没有任何怜香惜玉 直接将马娘寺摁到了水底 她也没想到苏木如此的果决 练武之人即便不属水性 气息也叫常人要绵长一些 更何况马娘寺深谙水性 再加上马娘寺不断挣扎 苏木只好如八爪鱼一般缠在她的身上 将她狠狠压在了池底 马娘寺既羞又怒且恐惧 但她死死憋住一口气息 仍旧在想办法反制苏木 奈何苏木精通相扑和关节剂 如铁柱一般粘在她的身上 她越是挣扎 气息消耗得越快 终于 她陷入了绝望之中 气息不济 缺氧开始让她头晕目眩 意识也终究是沉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见得马娘寺不再动弹 苏木才将她捞出水面来 将她翻转过来 扣在膝盖上 用控水法 将她喝进去的水都给控了出来 而后给她穿上衣物 为了不让外头的侍女产生怀疑 苏木时不时将手臂放入温泉之中搅动 发出声响 过得半炷香时间 天井上终于垂下一道绳索 苏木利用绳索将马娘寺绑在了自己身上 而后被拉了上去 可以想象 当那些侍女发现自家主子不见之后 该是多么的契机 更让苏木欣喜的是 马娘寺乃老军馆的馆主 还是隐藏在背后那个宗主的女人 以她这等样的身份地位 若是失踪了 袁泰等老军馆的人 还不得把幽州翻个底朝天吗 而且马娘寺落入苏木的手中之后 苏木绝对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让她开口 如此一来 她对隐宗的了解 也就能够更深一层 那个神秘宗主的身份 也就该揭晓了 老军馆的人 肯定会发动所有人来搜寻马娘寺 到时候 幽州的守军也必须要发动人手 如此一来 城防空虚 城内混乱不堪 苏木为北伐军铺路 也算是人之意尽了 若这样都拿不下幽州 那么同冠和重湿道 还是回去洗洗睡吧 随着蔡幽的死 以及耶律大石被削干就走 官家的心情糟糕到何种程度 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能够拿下幽州 绝对是千古奇功 同冠和重湿道 肯定急需这么一份功劳 回去报信的 又是曹顾最疼爱的乌花蓉 想来北伐军对幽州用兵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苏木能够通过老军馆 将燕云其他各州各地的情况 都摸查清楚 秀依指使军的潜入 就会更加的便利 由此可见 一个马娘寺的价值 是多么的巨大 苏木将马娘寺劫走之后 便与雅瓦等人躲藏了起来 护三娘和雅瓦都不是寻常女流 真想撬开马娘寺的嘴巴 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毕竟马娘寺 就是因为太在乎自己的容颜 才中了苏木的计策 被苏木俘虏了过来 而女人为难女人 效果从来都是无庸置疑的 袁太等一杆老军馆的高手 获知马娘寺被劫走的消息之后 果然雷霆震动 老军馆的高手倾巢而出 甚至还连夜 让人赶往冀州传递消息 召集人手 而幽州方面的官兵和守军 也加大了搜查力度 若说 前方为了搜索追杀苏木 他们没有太大的热情 那么这一次 可就完全不同了 身为老军馆的馆主 马娘寺并非一个简单女子 她身后站着的那个男人 才是诸多势力忌惮万分的存在 而作为代理人 更作为 那个男人身边最宠爱的女人之一 马娘寺在幽州被劫走 可就让人心骄至极了 所以 幽州的官兵和守军纷纷出动 全城戒备不说 几乎是一寸寸都不放过的地毯式搜索 袁太也是心急如焚 她是幽州老军馆的元老 而整个燕云的老军馆分号 其实都是幽州总号延伸发散出去的势力 也就是说 燕云大地上的势力 其实都是她袁太的亲儿子 她对老军馆的个人感情 是无人可及的 即便是尹宗的宗主 在老军馆的决策方面 都要听取袁太的意见 可也不知 尹宗高层发生了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交易 袁太的老军馆 眼看着就要一主 为了保下老军馆 宗主也只好亲自来主持 老军馆的事务 而随着各方战事和天下大局的变化 宗主也是忙碌 对老军馆也无暇顾问 只得让新妇马娘寺过来主持大局 若说老军馆之中 有人不服马娘寺这小姑娘 第一个就是她袁太 她是前朝北汉的殿前将军 是酒精沙场的赫赫战将 在被引宗势力吸收之前 她就已经扬名北地武林 乃至在整个大宴的武林之中 她也都有着斐然的名望 历经数十年 她已经是那个纷乱年代延续至今 受过仅存的老妖怪 可如今 她一手创办起来的老军馆 竟然交到了马娘寺 这么一个小丫头的手中 自己还必须要协助于她 而这个马娘寺 并非没有能力 只是对老军馆 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鄙夷和轻视 这就让袁太心里颇为不舒服了 虽说宗主是为了保护老军馆 才将老军馆转移到了宗主的名下 亲自来掌控操持 避免宗内其他人染指 可这到底是袁太半辈子的心血 若说袁太没有半点怨念 那是骗鬼的话 可即便如此 纵使她对马娘寺再如何赋匪 当马娘寺被劫走之后 她仍旧不顾一切地 发动老军馆的人脉关系 甚至对幽州采取了强行施压的手段 让所有能动的都行动起来 便是将幽州掘第三尺 也要将马娘寺给救回来 因为她很清楚 马娘寺在宗主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 若无法救回马娘寺 自己的老命不打紧 说不得老军馆就再不能跟她姓袁了 基于这等样的危急情势 袁太不得不将老军馆的老底子 全部都拿了出来 而最精锐的莫过于当初与她一同保护着北汉皇族逃亡的殿前十三死卫 这十三个人如今老的老 死的死 残的残 剩下的也就只有五个 还包括袁太自己 他们终究是离不开彼此 虽然没有插手老军馆的事务 但仍旧隐居在幽州 所以袁太请他们出山 务必要将马娘寺就回来 将苏木这该死的小子杀掉 殿前十三死卫数十年如一日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步步为营地 守护着北汉皇族的一脉 这数十年来 东躲西藏 抵挡了无数次的袭杀 对追踪和反追踪技术 拥有着无法撼动的权威地位 有着四五个老古董出马 就回马娘寺 杀死苏木 似乎已经是铁板钉钉 妥妥的城市了 就在两天前 这些老弟兄果真找到了苏木等人藏匿的地点 可谁能想到 这四五个实力与袁太相差无几的老人 竟然救援失败 若非苏木手下留情 他们连小命都保不住 当老弟兄们狼狈逃回来之时 袁太是如何都不相信的 其中一名老哥哥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朝袁太说道 袁太 你总觉着 幽州已经是老军馆的囊中之物 甚至觉着 整个燕云都该在老军馆的掌控之中 但我可以告诉你 幽州里的老鼠实在太多 多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了 怎么可能 那苏木亲身涉嫌 潜入我老军馆刺探消息 身边也就带了个名唤送钱的人牙子 他那些秀衣指使君的密探 根本不可能渗透到我老军馆之中啊 那老哥哥看着袁太只是摇头一笑 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说了出来 那些个密探只不过是掩饰 苏木辞子着实不简单 你可知我等是被谁所伤 袁太眸光变得肃杀 那老弟兄吐出一口浊气 继续解释道 是辽东的怨君 也就是现在捉周那火长盛君 什么 这些人不是归降了南朝吗 怎么会听苏木使欢 非但听苏木的拆遣 我敢打赌 整个幽州城内 应该还有不下数百的长盛君 因为当日围攻我等老弟兄的 便有二百余人 幽州 袁太嘴唇不断颤抖 一时间竟然脸色发白 再也说不出话来 第五百章 虎头骨 作为幽州留守 于众文对幽州城内的局势 可谓动如光火 秀衣指使君和长盛君 暗中刻意制造混乱 老军管方面 不惜一切代价 再展开全城搜捕 所有的一切 都让于众文 感到山雨欲来 辽人素来 对南面观不慎放心 按说于众文 没道理掌控 幽州的军政大体 奈何肖干离开了幽州 于众文 也就只能独称大局 虽然幽州城中 还有二万余可用之兵马 但于众文 终究还是不太放心 他总觉着 今次北伐军来势汹汹 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利用先锋游骑兵 拿下了墨州 而后便是熊州 桌州 眼下又要来打幽州了 而在打幽州之前 北伐军竟然懂得 进行先期的密探渗透 在城内制造混乱 以为内影 这是出乎于众文的意料之外的 他是个织兵之人 不难看出 北伐军之中 肯定有大谋士 在背后操控这一切 所以他不得不做好万全准备 早在他还未当上幽州留守 还只是辽国的一名进士之时 他就已经是尹宗的人 甚至于 他能够在辽国考中进士 也多亏了尹宗的栽培 所以 当马娘寺被人劫走之后 即便没有元太和老军管施加压力 他也会动用人手去搜查追杀苏木 因为他与元太一样 都很清楚马娘寺的身份地位 然而幽州城内如此的动荡 虽然他们已经极力控制幽州的城防 尽量做到只进不出 彻底封锁消息 但他还是不放心 便派人火速出城 到平州去搬救兵 平州留守张玉与于仲文 乃是同科进士 有着童年之意 官至辽兴军赴杰度使 而且也是个十大体懂兵士的人物 平州虽然比不上幽州 但却是北伐军继续北上的必经之路 幽州又是整个北面的门户大城要塞 若幽州没了 像平州这样的地方 根本就无法抵挡北伐军的脚步 所以张玉并未有太多的迟疑 收到了于仲文的军情之后 很快就点了五千人马 从平州出发 持援幽州 然而眼看着幽州就在眼前 他却停了下来 因为他在幽州北部的虎头谷 发现了大雁赤后的踪迹 虎头谷乃是幽州与平州之间的一道山谷 这峡谷壁则 两侧山林茂密 出了密林又是缓坡 非但能够居高临下防御 还能够驱使骑兵冲锋 极其适合射服 是个一手难攻的地方 张玉与于仲文一般 也能够看出北伐军此次的不同之处 在虎头谷发现大雁的先锋 绝对是一件让人意外 和值得警惕的事情 所以他将大部队都按了下来 先派斥后入谷打探了一番 可他派出去的斥后 却如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他麾下这些斥后 都是平州的精锐 在燕地已经堪称精锐 达到了铁药子和远篮子的级别 可他接连派出两次 统计五十名斥后 竟然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来 这就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 按说大雁今次势在必得 虽然拿下卓州 是因为长盛军受迫于行事 但北伐军 绝不会拥有如此强劲的战斗力 然而从虎头谷的斥后 遭遇复杀来看 虎头谷的这支大雁伏兵 战斗力已经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 弄不清楚敌人有多少 张玉也不敢铤而走险 贸然行动 于是他便让二千骑兵暂坐休整 剩余三千部族先行入谷 以试探敌情 可谓步步为营 这五千人就是平州的底子 乃是张玉麾下最为精锐的军队 二千骑兵在辽国鼎盛之时 或许不算的什么 可在如今的形势之下 二千人马的骑军 确实算得上无法忽视的力量了 以张玉的推测 虎头谷即便有大雁北伐军的精锐 应该也不会有太多 因为有幽州这道门户 北伐军不可能潜入太多的人马 应该只是一些斥厚精锐 了不起就是一二百号人马 这已经是极限了 若让大雁北伐军轻轻松松绕过幽州 渗透上千人 那么这场仗也就不需要再打了 所以他才敢大胆地让不足入谷 因为敌人想要射服 只能在峡谷的两侧 骑军想要反冲上去 受限于地形 战力必然大打折扣 还不如使用不足 利用刀牌手来截阵防御 事实上 张玉的考量并没有错 虎头谷确实埋伏着大雁的精锐斥后 但他却大大低估了这支斥后团的实力 因为这支斥后团 是岳飞负责接应苏木的破牙营 虽然破牙营今次接应苏木的不足200人 但都是破牙营精锐之中的精锐 乃是岳飞麾下最得力的人马 其中一半就是北玄武带到北方来的马木鲁克奴隶兵 他们按照原计划 在虎头谷柱扎下来 等待苏木从幽州出来 可苏木却迟迟未止 眼看着三月将近 他们孤悬在外 越发危险 到了昨日 苏木终于派人送来消息 将局势都告知岳飞 让他带领弟兄们撤回白沟河 暂时取消了接应的任务 岳飞听说 苏木和长盛军正在幽州城内捣乱 只等待着北伐军大举攻打幽州 心里也是激荡不已 可当他将情况与弟兄们分析过后 却留在了虎头谷 用张宪的话来说 虎头谷乃是幽州以北最重要的一处爱口 原本是肖干的人在守护 随着肖干本部人马的离开 虎头谷竟然也被丢弃了 这种军事要塞之地 可遇而不可求 若他们放弃了 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 只要聚守虎头谷 一来可以防止幽州的兵马 往北逃亡和求援 二来则可以阻击前来支援 幽州的援军 只要遏住虎头谷 必定能够为幽州局势 提供极大的助力 岳飞也很清楚 他们只有两百人不到 虽然虎头谷一守难攻 山上还有一些肖干的军队留下来的气血 但想要长久坚守 是不太可能的 若他们留下来 只能够暂时阻止敌人 怕是最终要拼光 这二百人 等来的若是幽州方面的逃兵也就罢了 绝对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可如果北伐军的行军速度受制 或者幽州出现变数 使得幽州城无法按时攻打下来 那么他们遭遇的就只能是幽州方面的援军 按照赤后团前期的侦查 援兵的来源也只能是平州 平州方面的兵力他们并不是很清楚 但他们总不可能派几百人来支援幽州 无论如何 人数绝对比岳飞麾下这二百不到的人手要翻数倍 这样一来 岳飞的破崖营可就不是锦上添花了 而是要阻击援军 说不得要拼光这二百人 甚至连他们的性命都要搭上去 他知道张献虽然无论其战不战 都是他们四兄弟之中的最强者 但素来谨慎稳重 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决策 足以说明虎头骨的重要性 岳飞虽然是破崖营的指挥师 但很善于听取弟兄们的决策建议 在这方面 弟兄们也早已习惯 所以在这个晚上 岳飞便将全营弟兄都召集起来 毕竟他们收到的命令是返回白沟河 留在这里非但是自作主张地违抗军命 而且还是极有可能全军覆没的苦涨 他也不想勉强弟兄们留下来拼命 不过他到底还是低估了弟兄们对他的致死相随 能够进入他的破崖营 谁不是早早做好了马格果师的心理准备 在不久的未来 岳家军纵横天下无敌手 人数多达数万都仍旧能够对他保持着惊人的忠诚度 可见岳飞治军的独到之处 而破崖营作为被围军的前身 这些人早已对岳飞死心塌地 于是他们就这么留在了虎头骨 当然了 岳飞也不想让弟兄们死在这里 所以他还是派人到幽州给苏木送信 希望能够得到长盛军的支援 当于众文的部族保持着防御阵型 撑起顿阵入骨之时 岳飞和破崖营的弟兄们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人数有限 他们并没有聚守两侧 而只是选择了拥有狭长缓坡的左侧山坡来死守 他们将右侧山上的军械都搬到了左侧来 集中火力 眼看着敌人不足入骨 岳飞却做了个临时决定 四弟 你留在山上 掌控全盘少不得你 大局为重 千万不要推辞 是的 他将指挥权交给了张宪 而张宪只是神色 冷峻地点了点头 并没有推辞 王贵和徐庆等人也都清楚张宪的智勇 对岳飞的决定不会有任何的意义 峡谷很窄 张宇的人只能四人四顿排起长舌阵 不过他们将重心都放在了两侧 因为他们知道敌人要打伏击 两侧必定是最为薄弱之处 但即便在如何加强防御 侧面仍旧单薄到不行 根本就做不到有效的抵御 这虎头骨的存在 仿佛就是要告诉这些沙场厮杀的将士们 地利在战争之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因素 当他们的长舌阵行进到虎头骨一般路程之时 张宪终于转过头来 朝岳飞王贵徐庆等人说道 是时候了 让他们看看我大雁军士的热血和铁刀吧 岳飞点了点头 转过身去 朝身后的弟兄们沉声下令道 死战 破牙营的弟兄们敲击着铁甲 热血沸腾 朝岳飞齐声应命道 死战 这道声音如同战神敲响了龙骨 张宇的不足陡然抬头 迎接他们的事滚滚地落实 嫡媳 嫡媳 虽然早有准备 但不足们还是内心惊骇 事实上 他们这一路走得战战兢兢 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明知对方有伏兵 虽然主将已经说过 伏兵绝对不会太多 但他们总觉着 自己的任务就是送死 就是引蛇出洞 这是如何都无法让人安心的 当滚滚炮时 从左侧山坡滚落下来 视若奔雷之时 这些部族很快就举起了盾牌来防御 为了便于行军 他们并没有携带大盾 手里头都是些小牌 眼下三人一组 后者顶住前者的后背 剩余一人则警惕着右侧山坡 然而他们到底还是低估了山上落下的滚滚巨石 当石头砸落下来 不断弹跳着落入他们的队伍之中时 血肉便四处建设开来 这些小盾牌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坐镇后方的张宇 见得前方军士 很快就被消磨了一大块 长蛇镇被拦腰截断 他非但没有任何的惊诧和忧虑 反而心息起来 使用了两把球迹 流失败的 养满 航测 受伤 当石头的 外力